我可以讲一讲,究竟土地查册是怎样的 其实地产代理是帮一个业主放盘的时候 他有责任帮业主做一个土地查册 看看刚才张律师所说的,有没有一些产权负担 让业主也认识自己的物业是怎样的 而一个买家真的要买的时候 亦都要地产代理提供土地查册给买家 让他们也知道这个物业有什么产权负担 有些比较简单的产权负担可能是一些按揭的问题 你卖一层楼,买家付钱的时候 业主就可以还了按揭 就可以很简单地没有了产权负担 就好像一个业权很漂亮地交给你 但如果像这一个物业的话 其实里面是有几个建筑的命令 你会看到有一个建筑的字 有一个order的字就不太好 在这些情况下 即是说这一个物业 是有一些建筑的命令 就注入了 即是有东西需要做 即是业权有瑕疵 不过我们也看到 如果那个命令后面有一个 即是叫做compliance 即是建筑的命令 就做了事,没有事 但这个案子拿出来的时候 它有几个命令 其中有一个它已经做了事 其他那些 我们俗语都叫做outstanding 都是未解决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还买不买呢 这个就是要考虑了 那业主方面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你要知道 喂,你层楼卖不卖到 哈哈 有事还没搞定的 那这个就是 很容易知道的实际 去知识这件事 我们就比较简单可以知道 另外来说 就住宅方面 其实呢 毕业代理为大家做了 这个土地查冊之后 其实呢 我们的地产代理的规例 有规定就是说 它要准备一份表格一 这份呢 这份呢 就是业资料表格呢 就会写下 其中有一项呢 是有没有建筑命令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个例子呢 就是 地产代理做了一个查冊之后 我发现原来里面有 三个命令未解决的 那应该呢 就是这份表格里面呢 写下那三个命令的 号码在里面 将这份的表格一呢 就交回给业主 让他知道自己 原来我今天想买楼 原来有这么多问题 都未解决 要了解自己的物业 至于 买家来说呢 其实你每一次看楼 你都可以选择要 或者选择不要 这份表格一 你可以在看楼子里面 就选择 我要这个单位的表格一 因为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物业的查冊之后 那个地产代理为你准备了 一个他们的记录是什么 他看到什么 有什么问题 帮你记录下 而在这个表格一里面 有另一部分就是 叫做 叫做 业主 就是卖方的陈述 卖方的陈述里面有好几个问题 其实主要都是围绕在 究竟卖方你知不知道 这个物业曾经有没有 有没有加建改建 或者你自己住在这里 这么久的时间 曾经有没有加建改建 这些资料 亦都会在这个表格一里面 就会走出来的 那么业主 其实如果你真的知道 自己的物业 有什么的加建改建 最好 帮你每一次放盘的时候 都和代理说清楚 将这个表格一里面 一些陈述都说出来 免得将来有一些无谓的争拗在里面 好了 那么 假设 真的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有没有改建 有没有事情 知如处理 那么我们去到 签完林药之后 那我们就会去到律师楼了 那么其实呢 律师楼去一个正式的合约呢 一般来说 都有这些条款 就是说 业主 是 declare 宣称就是 我未收过任何关于 需要还原 加建改建的东西 或者一些命令方面的东西 还有承诺就是说 如果在交易完成之前 有这一方面的告示 发出出来的时候 我会承担责任 承担费用 各方面的东西 这是买卖合约 一般去到律师楼的一般条款 所以当大家 当大家 譬如说 买卖双方 真的都不知道 究竟 有没有加建改建的情况 而 大家已经去到律师楼做一份合约的话 那怎么去保障买卖双方呢 那有一个分界线 那分界线就是 成交日 因为有时候 大家知道就是说 如果一个的物业 去到建筑署 去给一个命令 要你去修改 其实也很后期 因为一般来说 他都是出封信 给业主 我发现你有这些问题 你一定要尽快处理 读而处理 你也是不处理 一直拖 到最后 你也是 搞定你都不做 才会有一个 这样的命令 走出来 有时候有些情况 就是 你可能住在这里很多年 你买回来已经是这样 你一直都不知道 原来你那个平台出面 那里是新了出去的 你都不知道 我等一下可以详细一点 讲一讲一个很有趣的个案 真的是这样 这样的情况下 到你卖的时候 都签完合约了 才收到屋里处的信件 这样的时候 就真的不幸 未成交 虽然你签了合约 都是属于卖方的责任 但是大家签临约那段时间 其实大家都是 完全不清楚 原来发生了这件事 大家看楼房的时候 相安无事 有时候 有些的加件改件 就是改到你 违规的是真的 所以有时候 已经改到你都 进去看楼房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 你买了 签了 如果跟着才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就会很头痛 虽然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去到正式合议 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条款 一个保障 但是 始终 我们离不开一件事 就会有一个振抑 因为为什么呢 就算 譬如我们有一些案例 就是说 大家 明知道 明知道 是有一个 有一个 里面有一些 违见 而 业主 知道 买家 也都知道 大家互通了消息 那买家就说 都不要紧要 都买了 那 好了 去到最后 大家会争拗 就是那个 价钱的问题 因为 如果你说 去到我接受 的时候 那你接受 是怎么接受呢 很多时候就是说 在那个价钱方面 怎样去 承受 那个风险 因为 说来说去 就是要还原 要有多大的费用 在里面 这方面 正如刚才中博士所说的 那个还原 和市场价值的问题 这个市场价值就是 可能有个买家 觉得 这个 违规 对我来说 明明是露台变了一个厅 我使用的地方 就大了 但问题就是说 但我剃的风险就是要还原 我要花多少钱下去呢 那这个又会是 大家 双方面 就会有一个 价钱的 就是 争拗在里面 那 回来就是说 如果真的 大家不知道 而是后来 真的知道 有这样的 遗见的时候 那 我们虽然 就说 在一个正式合约 就说是 买家 sorry 卖方去负责 好了 但是出现的问题就是 卖方负责多少 先 因为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 是要花多少钱 去做这个还原 那 究竟 现在屋宇处 出了一个 所谓的通知 要做事 大家不知道多少钱 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 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 究竟卖方 你先放下多少钱 又或者是 楼价要扣多少钱 那这里 就引生了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 究竟大家 那个 金额方面 如何去 调节 而令到双方 满意